為什麼叫Direct Transmission 因為你有多少U 乘上一個D 我就馬上就是有多少加速度 它中間沒有任何的東西在裡頭 你反正你有多少U 我就有多少加速度 好 那我們再過去 我們等一下會再檢視什麼 Direct Transmission 所以這個有一個物理一的 就是我的Force 是Transmit to我的Measurement Direct Transmission 好 這邊問題 這個MeetsBody你一定要搞懂 要搞得很懂 再講下去你就會懂 有時候聽聽竟竟然有這麼多背貌 這只是數學上的一些很好的工具 好 那我現在馬上引導各位就講到Matrix 什麼東西都會講到Matrix 什麼物理系統都會講到Matrix 什麼這個機械系統都會講到Matrix 好嗎 我等一下會介紹 反正我這個會介紹幾個很基礎的 基本的你們物理系統常常看到的 你怎麼樣來模擬模擬它 這個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講清楚 因為我們叫什麼叫Apply System ID 那我就要教你們怎麼應用 所有數學公平 好 你們沒問題我們就講這個Vibration Vibration Motion 這個也是世界上 第二個複雜的物理系統 第一個 第二個簡單的物理系統 第一個最簡單的就是Rigid Body 第二個最簡單的叫做Vibration Motion 好 怎麼叫Vibration Motion 我的Rigid Body啊 我中間加了一個彈簧 你簡單嗎 一個Rigid Body加了一個彈簧 那麼跟Rigid Body不一樣 這裡就是不是動的不動 進的不動的這個問題啊 好 好 加了這個彈簧以後 好 我們來看Second Order 這個你們可能高中都學過了 Second Order 我們這個Term 就劉頓定律這個Term 左邊的 我們這邊加了一個KW 對吧 叫做Hook Wall 有一個Spring Constant KW等於U 好 我們除了這個MWD 還有一個KW 就是說它跟Displacement 是乘一個比例的 等於U等於這個Force 我現在就介紹最簡單的喔 但是除了這個Force以外 你們一定要曉得說 這個M一定大於0 不管怎麼樣 Mass一定大於0 這個K呢 就不一定大於0 要等於0 等於0就是Vibration 他不能小一點啊 他不能小一點啊 可以不能小一點啊 對吧 你們有沒有看過Spring的 那個Negative Spring Constant 負的 負的 貪亂負的係數 聽過沒有 聽過沒有 沒有 真的 真的沒有 都沒有聽過 自然物理性它是沒有的 不過你可以設計成一個Negative 不過應該是 可能一般的物理現象它是沒有的 等一下喔 我們就慢慢慢慢跟你引導到一個 一個Metrics的時候啊 你就會想說 這個有多重要啊 好 同樣的 我們把它寫成這個Force Order 好 那我們也變成兩個方程式 第一個方程式財布大等V一樣 可以吧 第二個就不一樣了 MV大就等於-K 我把這個移到走右邊去 加U 各位同學也許 你覺得我現在這樣很簡單 沒錯 這個聲音很簡單 你們自己看都不會 但是你們可能把重點 看著啦 我今天把這個 簡單的系統 是要講一些重點給各位 所以我剛剛特別講說 這些M大一零 K大一等零 因為 我現在到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的時候 這個就變成很重要 就變成很重要 好 那它假如變成一個Metrics equation呢 現在這個本來三個零 現在這裡不是等於零 對吧 你看 W-dot還是0乘W等於零 E乘V等於V 就第一個 equation 第二個 equation V-dot V-dot就等於-M M-in-for-K 0 M-in-for-K 是到W 0是到V 加上M-in-for-V 對吧 很簡單 那還是220 還是220 但是這裡已經就不是等於零 好 這裡不是等於零 有什麼有什麼不一樣 它的 eigenvalue不會等於零 假如K不等於零 好不好 好 還有 它的 eigenvalue不一樣 它不會一樣 至少在這個 200 或者 S 它的 eigenvalue 它的 eigenvalue 都不一樣 因為不同的 eigenvalue 它的 eigenvalue 就是這樣 而且它的 eigenvalue是什麼 是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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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e Imaginant 為什麼是負數 Why 這個你們要問 疑問啊 你不能說 誒誒誒誒 這個 老實說負數 就是負數 你要想一想 為什麼 Why 它是負數 為什麼 是負數 雖然它 eigenvalue是負數 它這些 W啊 V啊 簡卻不能負數的 這個 WV 這個不能負數 U不能負數 我剛才講過 負數是沒有物理一的 但是它 eigenvalue是負數 這只是一個數學的一個 一個做法 好 那麼 它這個 eigenvalue 負數它有一個 有一個意義的 而且Pure 所謂Pure Imaginary 就是說它沒有real part 好吧 為什麼Pure Imaginary 因為 等一下我會講 這個系統 假如你給它一個push 這個系統 給它一個push 它會怎麼樣 你把這個系統啊 給它一個簡單的 給它動一下 好啦 給它敲一下 那這個系統會怎麼樣 啊 它運動中央是什麼 它運動中央是什麼 它弄啊 比如說這個叫我 诶 這樣一下 你不動它 它會怎麼樣 它會來回的震動 或者理論上是震動不停的 沒有空氣的話 沒有摩擦的話 它應該震動不停的 這個這個不錯 理論上 所以它應該震動不停 對吧 同意吧 你們有問 有沒有說它震動會停的 記住 不會停的 震動不停 在數學上帶著什麼意義呢 它那 eigenvalue 是 pure emotional 這樣可以吧 假如我是 pure emotional emotional 的話 它這個系統 就會震動不停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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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吧 為什麼 我們這個以後再解釋 好不好 但是我這個數學上 我就跟各位講 數學上這個物語的聯繫就是說 我 eigenvalue 就是 pure emotional 你的話呢 那麼 我的這個運動就是會運動不停 這樣可以嗎 沒問題 好 我的 measurement 感長的什麼樣子 我也同樣有 有三個 一個 displacement 一個 velocity 都沒有變 但是y等於w double dot 這個 acceleration 我可以用這樣的代表 這個w double dot 就等於 負的瓜幅 m equals k 瓜幅 w加上m equals u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來跟各位解釋一下 從這裡來看 w跟v是什麼 數學上來看wv在這裡叫 是不是叫 independent variable 對吧 你看我在右邊 這個在左邊 這個w跟v 一個系統 你要確認一個系統的話 你要知道他的 他的位移 是吧 還要知道他的失誤 這個才能夠確認這個系 和運動狀況 有沒有對 對吧 所以 這裡嗎 我這個車子在跑的話 我告訴他的位移在哪裡面 這個車子在跑的話